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上被记录下来的女生身份都是大有来头的 比方说太皇太后 皇后 公主等等 很少会是一般女生的故事 这是因为古代女生要遵守很多规矩 像是不能随便出门 不能随便露脸等等 大部分的女生一生都待在家里 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上学 长大也不能考取公民 出去当官 这些女生的愿望就是可以嫁到好人家 嫁进去之后就负责打理家务 照顾小孩 奉饰公公婆婆 古代都是大家庭 要把上上下下都打点好 可是很辛苦的呢 这些没有记录 没有名字 很低调 牺牲奉献的女生 她们也是很闪亮 很耀眼的哦 只不过她们的闪亮是为了照亮家族 照亮家庭 就像蜡烛一样 燃烧自己 给别人光亮 也不在意自己失去了什么 这次很特别哟 桑妮姐姐要分享的这个女生 既不是王公贵族 也没有出生在什么有名的家庭 她的故事却流传到现在 她有什么特别可以在历史上留名呢 我们先说说这位女生的爸爸 叫做淳宇义 淳宇义年轻时就不热衷当官 而是对医学很有兴趣 她甚至辞去官职 到处求访名医 学习医术 多年下来 她变成一位医术纯熟 惊艳老道 很有名望的医生 当时很多王公大臣都去求她帮忙治病 但是淳宇义 怕这些王公大臣会推荐她去当官 这样就剥夺她的自由 所以尽可能的能不见就不见 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一些人 后来有人上书控告淳宇义 医死人 这个罪名按照当时的法律 是要受肉刑的 所谓肉刑就是对身体的惩罚 例如割掉鼻子 砍断脚 在脸上磕字等等 是非常残酷的刑罚 而且这种痛会变成一辈子的烙印 将来走在路上 大家都会指指点点 也不要奢望还能继续当医生了 淳宇义得知消息 非常错愕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拘捕了 准备押往长安接受肉刑的惩罚 他懊悔地对着五个女儿骂道 可惜啊 我们家生的都是女儿 没有儿子啊 到了关键紧急时刻 女儿这么多 又有什么用呢 没有一个能帮上我啊 唉 由于以前社会重男轻女 女生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全家大小都哭哭啼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登登 女主角登场 淳于义的小女儿提吟 听到父亲这样说 内心难过又着急 他心想 父亲当医生这么多年 一心一意想的都是如何帮助别人 也真的救了无数的人 如今却被抓 一旦受了肉刑 父亲之后的生活要怎么过呢 现在正是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难道只有儿子可以解决问题吗 女儿也可以的 女儿也可以为父亲挺身而出的 哇 想到这里 提吟暗暗下了决心 她一定要跟随父亲一起到长安 不管用任何方法都要救出父亲 提吟马上向官吏们请求 希望可以跟着父亲一起到长安 官吏们一开始不答应 不 毕竟押解犯人路途遥远 多带一位小女子超不方便的 在提吟的苦苦哀求下 官吏们感动提吟的笑心 终于点头答应 提吟也很难吃苦 不管是大太阳还是台风下雨 都跟得紧紧的 晚上就跟大家一起露天睡觉 也不害怕呢 他们走了好多天 每天都走了几万步 走到提吟的鞋子都磨破了 脚也肿起来了 可是她一声不吭 一路上她只管用心照顾父亲 只要父亲没事 自己怎么样都行 到了长安以后 提吟为了救父亲 想了许多方法 最后提吟写了一封信 恳请官员上陈给皇上 信上写道 小女的父亲存于义 曾经当过太仓领 人人都称赞她是个清廉公正的好官 现在却要遭受肉刑 受过肉刑的人不可能再长出新的肢体 即使想要改正过失 同心做人 也没办法了 小女愿意做官府中的仆人 代替父亲赎罪 让父亲能改过自新 当时的皇帝 是以仁孝出名的汉文帝 他看了提吟的信 很是感动 尤其信中提到肉刑带来的问题 说的也很有道理 汉文帝便下令减轻刑罚 除去肉刑 百姓们听闻消息后 都欢呼雀跃 感谢皇上的恩德 淳于义自然也免去了肉刑 汉文帝召见了淳于义与提吟 得知淳于义是一位好医生 内心很欢喜 两人相谈愉快 提吟上书救父亲的事情 也传遍家乡 乡人们都称赞提吟是个好女儿 提吟虽然是个小女子 却能在父亲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 不仅成功救出父亲 更让全国百姓都免受肉刑之苦 桑妮姐姐觉得她不只是孝顺 她的智慧和勇气都令人敬佩 丝毫不输给能屈能伸的大丈夫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